我們要去Photocab官網下載Photocab這套應用軟體 請大家在Google搜尋裡面直接打Photos Photocab就可以找到他的官網 你可以在這個Photocab論壇裡面 這是他的官方網站 我們直接到Photocab下載這邊 因為他是家用免費版 所以你個人使用教育使用是不用費用的 如果是商業使用的話也是要收費 這邊可以看到他的一些新功能 我們要下載的地方在這個地方 鎮體中文版這幾個地方都可以下載 你直接點其中一個去下載 下載完之後到你的下載資料夾解壓縮就可以了 這是下載的部分 接下來我們介紹Photocab怎麼樣來做成果 做我們平常 研習會辦完之後 或者是成果做完之後 一堆照片要做成Word成果要怎麼去處理 使用Photocab的話可以很簡單的 做完一個模板之後 把所有的照片丟進去 他就可以自動產生 自動產生你的成果 各位把Photocab打開 首先我們要做一個模板 如果是要做照片成果的話 他可以用縮圖頁 縮圖頁這種方式來製作你的模板 那我們要先做一個模板 那以後去改模板就可以 以後直接去模板那邊把照片放進去就可以了 請各位點一下縮圖頁 那我們一開始 沒有模板之前當然是做新的編輯 點了新的編輯之後呢 因為一開始可能沒有我們要的模板 那所以我們選擇 不選擇模板直接進入新的編輯 也就是要做一個新的模板 那新的模板呢 我們要先選擇紙張的大小 所以我們一般是用A4的報錶紙 所以我們這邊選A4 A4的大小 然後在 縮圖的數量 縮圖的數量就是我們這一頁裡面 通常會是上面一張下面一張 成果的部分 那所以我們就會用 一行兩列 一行兩列 然後 這個是邊界 你的A4版面的邊界 那我們通常上面會留百多一點 大約400 然後左右跟下面大約是200左右 然後呢 縮圖跟縮圖間的距離 就是兩張照片中間 應該會有一些空格 因為我們要放那個說明文字 那所以這邊呢 在垂直的部分 上面跟下面的部分 應該是要有一點距離 那如果不對的話 你可以再調整 然後另外在檔名顯示測定這邊 這個是說你的 說圖 我們他會用你的檔名當作說明文字 你的說明文字會用檔名來做顯示 所以我們這裡要顯示檔名 把它打勾 那副檔名就不要 就是留顯示檔名的部分 然後至於那個說明文字的字體 就是 檔案名稱那個說明 變成說明文字之後那個字體要選什麼字體 可以在這邊做選擇 假設我們用標凱體 那大小呢 可以先設定 如果到時候太大或太小 各位再自行調整 然後呢 顏色 字體的顏色 我們一般是用黑色 再來 再來 其他的地方大概就不用去動它 不用去動它 好那接下來就按OK 按完OK之後他的這個縮圖版面就會自動產生 那這是一個空的縮圖版 那空的縮圖版呢 一開始我們要加點那個底 加底 那個 紙張的底 那如果你 沒有需要那就可以不用加 那在那個 圖片 圖片 我們的那個這邊有一些物件是可以放在你的版面上 那一般我們會習慣把你的照片加上外 外框 加上外框 可以用 這樣把它拉進來 拉進來 就可以 應該就可以了 然後再來是遮罩的部分 模板 這些其他應該都是不用選擇 不用選擇 好 然後再來我們就是要加 標題 標題 他的標題呢 有 我們一般可能會用正常的文字或者是用藝術 藝術字 在那個大標題的部分 那我們直接 我們用一般的標準文字好了 那你可以先選一個預設的 預設的字形 然後 他會出現在這邊 那你直接把你的文字呢 打進來 如果你要換下一行的話可以按按 他可以跳到下一行 好 那 這個字是可以移動位置的 所以我們把這個移到適合的位置 然後同時如果你需要改變大小 可以用旁邊的白點去做改變大小的動作 或者用 它這是等比例增加 如果需要旋轉可以用上面這個綠色的 綠色的部分去做旋轉 綠色的點去做旋轉 如果不要呢 我們可以回到上一個動作把它調整回來 那這個字是每一次 你每次成果不一樣的時候 我們只要改這個標題就好 改這個標題就好 那字型照著這邊都還可以再選 還可以再選 新議題 那這個版面好了之後 好了之後你可以先放幾張照片進來看看 所以我們就直接載入照片 你可以把所有的照片加入 或者是挑好的照片加入 OK 那你放進來照片之後 它自動會去套這個模板 自動會去套這個模板 然後 所以你可以看到它每一張呢 它自動把那個照片放進去 自動把照片放進去 那這時候那個檔名先不要管 那你先看那個版面 就是你剛剛調整的這個外框 合不合適 所以如果不合適你要換呢 就直接在圖面外框這邊 再去做選擇 好 那這樣版面你覺得 大小什麼都OK的話呢 就直接可以把這個版先存起來 好 所以我們就回到檔案這邊 然後這裡有一個儲存模板 儲存模板 你把它點下去之後 直接把檔名打在這個地方 好 然後打好之後呢 直接按OK 它以後就會放在這個模板裡面 好儲存成功 好這樣就是我們的模板 製作的部分 好接下來我們要用照片 直接丟進Photocab的模板 Photocab的模板裡面 那所以呢我們要先去做一個選照片的動作 那通常我們會把照片 像這樣子 集中在一個資料夾裡面 就是日期然後活動這樣 那所以呢我們要先進到裡面 那如果說 你不想寫說明 如果說你不想寫說明的話 那其實 就可以 檔案名稱那邊可以不用顯示 那如果你需要寫說明的話 你就必須要在檔案這邊 我們是用檔案名稱做顯示的 所以我們就是把它 把它直接把它改成 檔案名稱改成說明就可以了 好那比如說 好 來找一個 稍微多一點 好 比如說這些照片裡面 那 好 我們先挑照片 先挑照片 通常我們會挑那個 就是比較具有代表性的照片 比如說 然後如果你希望那個照片在成果上面是有順序的 那我們前面會先編碼 就是比如說01 然後把那個照片說明直接寫在上面 然後再挑 比如說 那 字不要太多 字不要太多 因為他只能排一排而已 我們找個示範就好 啊 部長炮 好,我隨便再找一張 不管部長 找不到部長 巧思 隨便一張 隨便一張 這張圖片的說明之後 我等一下直接Photocab打開來這邊 就可以使用 那我把Photocab打開 那我現在就是要做剛剛的成果 所以我直接點縮圖頁 然後直接新的編輯就可以了 那因為我們要用成果的模板 所以你要去找你剛剛存檔好的模板 那我們剛剛存檔好的模板是在這裡 成果產生專用模板 就直接點兩下打開 那打開之後呢 就可以把這個抬頭 這字如果說今天是不一樣的成果 那你就把這字直接改掉 直接改掉就可以了 直接改掉然後一樣調整一下大小 那抬頭改好之後呢 直接把照片載入 那你就可以去選你的 剛剛改好的那些照片 好那你看那改好的 你有編碼的話 1234有中文的話 就把它選起來 好那我們今天 我們今天選多張一點 給各位看它會產生很多頁 好那你就把它加入照片 然後按OK 好那它會直接把照片塞進你的模板 而且按照你的順序 所以你剛剛編碼 你檔案名稱編01 然後說明文字02說明文字 那它就會自動產生成成果 這是第一頁 這是第二頁 第三頁 這我們就沒有改了 那所以你看它 它如果字很多的話 它其實不會跳下一行 可是這個字的 字的長度 你可以用字的大小 跟它的 它的長 就是字數來決定 這樣子就可以很簡單產生成果 你不用再到Word 一個一個去貼 那你做好的這個成果呢 我們可以把它直接做輸出 直接按輸出 直接按輸出 然後它會把你的這個 它會跟你講說 你的照片 如果解析度不足的話 它會跟你提示 但是沒有關係 這 因為我是用手機拍的 有時候解析度比較差 那解析度不足也沒關係 了解狀況 直接輸出 點下去就好 然後 它會自動幫你編 這是第一頁 它就會編P01 這檔案名稱 如果你要改的話 這邊可以直接改 然後它就會變成成果01 成果02 成果03 成果04 然後輸出的路徑也可以指定給它 假設我要放在桌面 你自己要開好資料夾 那這樣就可以按開始輸出 然後它就會把這四頁全部一起輸出 然後它就會變成圖片檔 A4大小的圖片檔 那你要列印的時候呢 你可以這樣子 這樣子可以直接單張列印 你選 你選擇某一張然後檔案列印 這邊就可以直接 直接做列印的動作 直接做列印的動作 那 你也可以一次全部輸出 一次全部輸出 多張滿版列印 多張滿版列印也可以 這是列印的部分 那如果說 因為你剛剛已經有輸出圖片檔了 所以其實你也可以 剛剛輸出圖片檔在這邊 你也可以直接在 用這個Windows的系統裡面 直接把它四個檔案選起來 然後直接按右鍵 這邊會有一個列印 然後這邊就可以直接做選擇 然後印到哪一台印表機 然後紙張大小 然後選滿版 因為它每一張就是滿版的 然後直接按列印 這樣四張就會一起出來 如果一次要印三份 成果報告一次可能要交三份 就在這裡做選擇 謝謝大家